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爱种火龙果的朋友们 我们已经讲过怎么样来种火龙果 那今天我们要讲一段大家很重要 最后不会功亏一篑的一个很多人种的火龙果 种到后来,第一个,花开不结果 第二个,花结了果,没多久,果就烂掉了,果就黄掉了 那今天我要教大家怎么样能够保存这个果 让它能够,让你得心想事成的一个大的火龙果,能够长出来 我们今天有一颗这个火龙果,当它长到什么时候,大家注意看 这里,它下面干了,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火龙果已经干掉了,对不对? 干掉以后,开始这里面就会烂了,这一烂它就往里面延伸 这整个果龙果就会烂掉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就是它这里,跟它的头接的,这里是绿色,这里是黄色的 我们的青黄之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先用刀子轻轻地把它割一下 那这底下,我还是一样也把它割一下下 你们大家看,就是青黄的地方,你不要割错了 那这边我们也轻轻地把它割一下 千万不要割深了,为什么? 因为这个里面,你们等等就会看到,我把它割掉了 割完了以后,我就把它拔出来,你们大家看 我刚刚把它割完了,我现在就把它拔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把它割完了,你就会看到 好,我们这个就抽出来了,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根留在这里 很漂亮的一个舌头留在这边 好,我们这个就让它干,这个以后接起来,这里就会一个洞 很漂亮的一个洞 那这个东西,你们看,我把它剥开给你们看,你就知道 已经开始烂了,有没有看到? 哇,没了耶 这个东西,只要让它顺着这个舌头流进去,这个就爆销了 这个技术是一种训练 那我们再来看,我们再表演一下,一颗给大家看 这个舌头有像刚刚的灰色的,还有一种白色,黄色的 好几种,我佛过好几个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今天晚上会开的火轮果 这个也是今天晚上可以开的 这个是前几天开完的这两颗,我再搏给大家看一次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青黄街头的地方,有没有看到? 青黄街头的地方,我轻轻的碰它一刀 然后这边,我也一样的,青黄街的地方,我再把它隔它一点点 这里,我再把它隔它一点点 这里,再最后一刀,再把这个地方,我们再隔它一下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再把它转一转 转一转 这是一个技术,不要太用力 就是慢慢地转 慢慢转,你就会觉得这也是一种技术 你慢慢把它转,转得差不多的时候,它就下来了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慢一点,这种不能急的 你看,当我把它整个都拔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看到它就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这颗我假如不及时把它拔出来 有没有看到?这个变成怎么样? 已经开始有一点的,粘粘了 这个这样就保住了 我知道明天后我不处理的话,这颗就出问题了 我们再来拔那边一颗,给大家注意看看 这里有一颗 这颗比较好,好在哪里? 它这个已经撬开了 这个撬开了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处理 基本上,假如你们那一次可以用手把它转一转 它可以自己就下来 你就不需要用刀子去割它,它也可以下来 那假如你没有把握,像譬如我现在拔得差不多了,对 那有人说他没有把握,没有把握 你这时候可以用刀子帮一下忙 你假如有把握的人,你就不需要 你只要活到最后,你一拉,它就出来 你们看,我现在拉,它这个也是已经 假如不做的话,它就完了,有没有看到 哎,出来了,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就让它干,干了以后,这颗就保住了 我们今天重点就跟大家讲 果农果,我们种是一个技术 那你种好了以后,它开花,你要把它受粉,是一个技术 我们以前就讲过了,那今天我们特别就讲到 很多人家里面没有花谱的,我们在前一次跟大家分享过 你在apartment,你在后花园都可以用桶,用那个花盆做一个架子来种 那我们刚刚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产花,用干掉的花拿掉 把它的种,中间我们叫生命线把它留住 留住它慢慢的,这个会干 一干完了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洞 你们吃火龙果的时候,看到长得漂亮的 后面圆圆,好漂亮的一个洞,洞里面干干净净的 你假如这个没处理好,那个洞里面就黑黑的,有一点一点脏东西 那这个整个火龙果它底下不好吃,我们今天处理了一个,两个 你看,有的是黑色的,有时候是白色的,那我们刚刚那里处理一个 我们总共处理这三个,大家都看过了,我盼望说我们大家既然种火龙果 到了最后,不要功亏一亏,最后把这个种好了 我们再过大概三个礼拜,我们再有一个给大家看,就开始有点红了 那像这一颗,这一颗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了,我们已经把它收成了 收成了,我们要把它包起来,我下次会带一些东西给大家看 有一栋网子,我现在已经订了,订了以后那个网子来 这个很大,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你看这一颗,整颗的火龙果,比一般的都大一点 这个我要拿一个橘子给你们看,比较起来 这个是比较重量级的 怎么样,就我刚刚讲,养分要给它够 它必须要有够的养分,它能长很大 你看它底下的花,那花比一般的大很多 这两颗花,这两颗花就可以结这么大的果子 那有的花小一点,那就要结小一点 这个花大,花小,果子大小,跟你的给它的营养 嗯,有差 我刚刚跟上讲,我们除了要给它一般的蛋,铃跟甲 我们还需要什么,钙,骨粉 我们最近才发觉,骨粉对火龙果开花结果也很重要 因为它是有足够的钙,跟足够的磷 我们都知道,蛋、磷、甲 但是,长这个叶,你看 这个叶子比较粗,你看 这个这么粗,结好几个果子 这个是靠什么,靠蛋毁 那当它要开花以前,像这个花 这时候我还加很多的磷回下去 很多的甲回下去 我刚给大家看个那个草木的灰 我们烧成灰啊,我杀一点,你看 这上面就我杀了,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杀一下 它就继续开花 另外,像我这个火龙果,你要种的地下的 我们要好好利用它,我这种的,这个是红肉的 这个是白肉的,你看,长的叶子这么粗这么大 你们看,这个叶子,一个叶子就四个指头那么宽 五个鼠指头那么宽 这个就可以长很漂亮的火锅石 那我们还有金的火龙果,我就打了一下 金的火龙果是比较特殊一点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是金色的 我们下一期啊,我们会讲一些金的火龙果开花结果 我现在是种一点番茄跟它种在一起 然后帮它遮点阴 因为它苗的时候需要有一点点的遮阴 太强了,太阳会让它受伤 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啊 这个火龙果怎么样保它的瓜 蟹的时候怎么样把它拿掉 让果实不受它的腐烂的影响 那也讲过我们怎么样 蛋、铃、甲 到了铃跟甲是必须要开花 一直到结果 你给它够,我们就可以丰收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